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江西文旅报道 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关注文旅业态 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文旅报道 近日 基于5G家的智慧庐山景区建设示范应用项目 荣获第五届绽放杯5G应用征集大赛江西区域赛 5G家文化旅游行业赛决赛一等奖 这也是智慧庐山项目上线运行一年多 首次摘得区域行业桂冠 走进位于交通所道旁的庐山智慧旅游展示中心 指挥大厅 数字柱 飞越庐山 翼装飞行 AR拍照 虚拟漫游 虚拟驾驶等建成展示项目 让人眼花缭乱 2021年5月 以智慧管理 智慧服务 智慧营销 智慧体验为主的智慧庐山景区项目正式运行 智慧庐山景区建设项目与世界遗产 世界地质公园监测预警项目相互融合同步展开 在全山布设了一千余路摄像头 三千多个传感器 用云计算 大数据 移动互联网等先进技术 构建庐山景区全域旅游大数据中心 实现游客一部手机游庐山 景区一部手机管庐山的数字景区建设新跨越 那么通过大数据我们全部把它打通 因为这次建设我们是三上三下一体化 所有的景点的人流情况 它的售票情况 它的验票情况 那么它客源的来源地的情况 那么它在景区逗留的时间的情况 我们都能够通过大数据一目了然的掌握 庐山景区通过三万三千亩区域内的 2.5D地图实景建模 搭建起智慧景区一体化管控平台 以后大数据辅助管理决策 科学高效处置紧急事件 提高景区的信息化智慧化服务能力 那么智慧管理呢是为我们各个职能部门来进行一个赋能 打个比方一个游客如果他这个小孩走失了 那么我们可以马上把他的这种相片上传到我的监控系统 那么只要他在出现某一个点上 那马上就会报警 那么系统他会自动报警 让这个各个部门随时能够掌握情况 那么数据情况和现场现实的情况 这两天高温天际有所缓解 但长江浦阳湖水位依然持续下降 截至8月30号8时 长江湖口占水位为8.82米 较昨日下降了0.14米 浦阳湖星子占水位为8.96米 较昨日下降了0.07米 随着长江浦阳湖水位双双跌破9米 位于长江与浦阳湖交汇口的石中山溶洞露出了水面 往年12月份石中山才会露出这些地表的溶洞群 那么今年8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全部露出来 这些溶洞都是当年苏东坡越野泛舟考察过的这些溶洞 石中山由石灰岩构成 底部多洞穴 最深洞穴有20多米深 苏氏在石中山记写道 立元以为夏林深潭 微风鼓浪水石相薄生如红中 如今溶洞露出 许多游客就想一探究竟 这给我们景区的管理也带来困难 所以我们就加大了对山下这些溶洞的巡查 防止游客在这里发生事故 目前浦阳湖湖区通江水体面积仅为451平方公里 容积11.7亿立方米 据气象部门预测 9月份九江市平均雨量为50至70毫米 较常年同期偏少1至4成 预计干旱仍将持续 商饶万年县是世界稻作文化起源地 中国共鸣之乡 初秋时节 这里的农民栽种的稻田化 进入了最佳观赏期 各色稻秧随风起伏 这里是商饶万年县赔梅镇 共鸣原产地河桥村的田范 炎炎夏日夏 当地农民利用红黄白绿紫黑身子等七种颜色的水稻栽种图案 随着河苗的生长 万年中国共鸣之乡 万年共鸣贵在传奇 专注一碗好饭等字样 以及稻碎桃冠农民等图案渐渐显露出来 在碧绿的水稻映沉下更显文化运备 据了解 当地政府为弘扬稻作文化和共鸣文化 在共鸣原产地三大块共150亩水稻里 利用彩色水稻栽种稻田化 利用这种形式打造秋收美景 用图画的形式描述我们共鸣原产地的农耕文化 也为即将到来的秋收季节呈现丰收密集 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稻作文化和共鸣文化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快报 日前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共同主办的 江西文化和旅游宣传域活动 通过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海内外线上平台正式启动 该活动以视频 图片 文字相结合的融媒体推文方式 向海内外朋友宣传推广江西省的文化和旅游资源 展示江西多姿多彩的新形象 日前 中铁承建集团在南昌举办海外职工家属 亲子夏令营系列活动 12组海外职工家庭共27人受邀参加 此次夏令营历时两天 银员们打卡了南昌青山湖 沈桥安置房项目部 南昌京川村安置房项目部 南昌融创海世界等三站 本次夏令营活动 意在搭建起中铁承建海外项目职工与家庭跨越山海的联心桥 让广大家属共同支持企业海外事业发展 提升职工幸福感 获得感 同时 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战斗力和向心力 实现企业与员工携手同行 共赢未来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京视频APP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